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张资料表 这边可以去放大缩小 所谓放大就是整个把资料的放到最大 然后点这个返回报表 就可以看到全部那个原本的报表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样子一个内容您看到什么 像刚刚我这边排序之后 我会发现到第一件事情 大家几乎前十大客户 几乎都跟我们有买什么 笔记型电脑 笔记型电脑 而且在这个地方有五家客户 有五家客户 除了跟我们买笔记型电脑 还有一二三四 还有四家也会跟我们买桌上型电脑 这样子的几率够不够高 不够高 我们公司要是产品很好的话 笔记型电脑要是卖得很好的话 理论上桌上型电脑 应该也有可能卖得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一个业务人员 这个时候我的业绩在哪里 我可能第一个设定目标就是开发插导银行的桌上型电脑 开发XXX研究所的桌上型电脑 你们说对不对 因为我们公司卖得很好的主力产品 比如说有桌上型电脑跟笔记型电脑 可是桌上型电脑这几家公司还没进去 可以接受吧 如果我看到这个商机之后 无非可能就只有两个原因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客户 他不知道我们公司有卖桌上型电了 不知道这个很好解决 那你就准备好行路 还有登门拜访 是不是就可以开始 去有一些后续的订单 对同意 第二 如果不是因为不知道 是因为我们产品不好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去思考 我们产品哪里不好 你自己讲你自己的缺点 你自己讲你自己的缺点 是不是讲不出来 对不对 你是不是听听看 爱用我们公司笔电的客户 他讲我们公司的笔 桌上型电脑有什么缺点 这样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不买总有个理由吧 你们觉得对不对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是不是就是了解行为模式 我们这课程我不介绍到行为模式 我会觉得你就白来了 至少你听个观念就好了 不然我后面那些很多的程式设计 你会觉得我学这些东西没有用 不是没有用 是因为你还没看到这么深的东西 所以到时候叫你算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 对这些东西是要把它弄懂的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所以你是不是至少先了解 了解如果我是业务 我觉得我会觉得我至少可以掌握我的客户 如果就算今天我做完这六家 我拜访完这六家 我收集到了一些他们不买我公司的一个桌上型电脑的原因 我提交给例如说制造部门 如果是属于品质问题提交给这个制造部门 是不是有利于他们去做产品的改善 产品一改善是不是有可能会增加客户之间的良好关心 然后我业务人员是不是就有可能去接到桌上型电脑的订单 我只是提供一个方向性 但是你要自己花时间去看 我刚刚只讲了两个 还有X技术 他只跟我们买桌上型电脑 就可以排到第三名了 还跟我们买印表机 那是不是没有跟我们买笔电 这第三件事 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跟你讲 不是每一个资料表出来 大家看一看就会有感觉的 我也不敢预期说 我们现在这些内容我不会交得很快 我交得很快 你听不懂没有用 可是这些大数据分析真的太重要了 拿到资料 我们注意 拿到资料 不会分析等于 没有任何东西 好 那接下来第四件事 真的 如果那一件事 你没看到后面都毁 都前面都是白毯 我刚刚跟你讲都是重点 对不对 来第四件事 如果我直接告诉你答案 就没有很大的意义了 来第四件事情 其实第一家跟第二家 这是两家不同的银行 都是有这种情形 还有警察正确 第四件事情 这个观察是很好的观察 如果是新的公司 他可能会跟我们采买所有所有的资讯的设备 这合理吧 对不对 第五件事 第五件事 应该说是 他是笔记型电脑的第一名 就是插导银行是笔记型的第一名 可惜 可惜什么 他没跟我们公司买其他的产品 可以 所以 第六件事 只要你们讲出那件事 我们就可以结束 真的 那件事太重要 跟我的行为 现在我们讲的都是行为模式分析 郭先生请说 可以 因为台湾不是只有这三家银行 对不对 对 OK 好 还有 完全不一样 对不对 其实 我们没办法继续让你这样子慢慢再去思考了 再给两位同学 你看到什么 真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那个 因为不是主力产品 所以还好 您说的是哪一家 就是那个插银行 插银行 就是我们的螢幕里头 只有一家有的 那个螢幕不是我们的主力产品 就算了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主力产品 然后得不到顾客的认可 对不对 好 来去这样子来去思考 我们先看主力产品 先看主力产品 其实在这个地方 你稍微再往下拉一点点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看 有买笔电的人 他可能就没有买桌机 那有买桌机可能就没有买笔电 可以看到吗 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这样理解 各位 我们的行为模式 我要这样逼你们去思考 还有 你放心 还有 最后我们思考的可能 是我比较喜欢的 我比较喜欢那个卫生的液体 那个像登革热疾病 尤其像那个预防保健类什么 筛检我也都很喜欢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谈完这些商业的模式 你知道这些东西对你有什么帮助 好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 例如说 哎好奇怪哦 为什么他们只跟我们买单一产品 我们公司又不是只有生产笔电 对不对 跟我们买桌机的人 不跟我们买笔电 跟我们买笔电的人 不跟我们买桌机 你觉得奇不奇怪 同意哦 当我们今天发现问题之后 下一步要做什么 对 这样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请你们 看你们 稍微先思考一下 整理一下 我 好 好